在中国大陆来讲 他的存款很高 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敢再把钱 投入到现在的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看起来 并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之下 但这些钱你说摆在银行 也不像是我有一些的投资属性 他还是想要把资金可以停泊在 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有赚头的地方 然后看到大陆的人行 它是2023年的黄金最大买家 所以很多的人民看到这样的讯息 会觉得我国家的央行都在买了 那我来去买点黄金可不可以 所以是不是中国大陆成为最大买家 这件事情有助黄金的价格 再度的往上拉扯 我相信有 因为其实金价 像我们自己在做 有时候就是你赚个价差 获利的就出场了 那或者是停存销出场 那天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今天是实体的持有 就有点像锁筹码的效应 对 因为毕竟如果在供不应求 如果是在大家都把它存在 例如说存在铺满里面 或者是存在床底下 你把实际以上的需求拿出来 其实它当然会支撑的 金价往上走 那我觉得民间的消费这一段 因为我们有做长期研究 民间购买珠宝啊 或者是相对用途 相较来说会是比较稳定 加上央行的话 会是比较稳定的需求 而且它不会是常常大卖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炒作的 它容易暴涨暴跌 所以确实会有这个现象 那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些风险的 因为黄金你实体上 只有最大的两个风险 第一个是不见 火灾或是被偷 然后有些人就惊讶 说我收到哪边找不到了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保管以后 第二个是因为它的投资成本很高 这边希望大家能够先了解 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是买 但你是买黄金存折啊 这样子这种商品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不晓得中国这边的价差 但如果是在台湾这边 要投资的价差的话 其实是不晓得实体黄金的价差 我们不要讲你去买什么金饰 你就算是买金条 那你用称重的那种的 其实它的这个价差 如果是以这个银楼的买卖价差来说 然后有时候是7% 6% 那其实并不容易有赚到太多 我们去银行换货不是有价差嘛 就是例如说美元假设现在 可能是挂它会挂32.05跟31.95 假设是这样挂 那你去银楼买 它也是美钱多少它会有挂 那那个东西是价差 那因为它价差比较大 所以你要投资获利比较不容易 就有点像是可能银行买入美元的价格 跟它卖给你的价格是不一样 这个是这个概念吗 对对对对 买卖价差 OK OK 买卖价差 那是应该是说你跟它买 跟你卖回去给它的价差 对对对对对 好 了解 就像你买美元 然后跟你想把美元 卖回去给银行 它中间会有一个价差 各国央行买黄金 第一个除了对美元可能是不信任 再来对于美债也有一些 不信任的成分之外 还有刚刚佛哥讲的原物料的推升之下 带动了黄金这样的题材 那各国的央行 会不会也因为地缘的政治风险 让他们觉得黄金可能是一个 比较保值 甚至是对于央行来讲 比较保本的一个投资工具 我相信是啊 那因为其实近期央行的买盘 确实是支撑金价一个主力 那其实我觉得有避险的角度 或资产配置的角度 或者对美元不信任 对于美债不信任的角度都有 那就是看哪一个特别大 那我们的之前经验是 新兴市场特别会买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啊 因为新兴市场 他们会有这个货币发行 那如果它今天的黄金储备量比较大 那它也是一个外汇存抵的一部分 那大家会更相信 它能够抵抗波动的能力 所以你会观察到 确实新兴市场卖比较多 可是成交市场 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收藏量 那我觉得这是一定好事情 就表示说什么 你不要被单一的资产绑架 那虽然我们确实认为 美债是安全的投资 确实认为美元它目前 也会是国际的货币 那也会是安全的投资 可是如果你都把美元美债 真的出了问题 你可能是整个国家的问题 那如果你能够做资产配置 像是台湾央行啊 其实也是说 不过台湾央行比较少买黄金啦 那可是还是说 美人美债也会有其他的外币 那各国也是一样 所以透过资产布局的方式 甚至是如果他们有看好金价 不过我要说 就是台湾的央行 就没有特别对于金价 觉得会看好要赚钱 或者是涨到哪边要把它卖掉 为什么 他们过往的经验 就觉得它应该是 是视为一个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那就算黄金之前涨很多 台湾央行的这个黄金储备量 一向都蛮大的 那可是他们其实都没有卖掉 那所以是部分 有部分像近期啊 我有看到就是因为金价涨比较多嘛 然后原来美债就跌啊 进来就说为什么 这个央行要不要多买点黄金 其实三不五十都有这个概念 但是央行其实应该都觉得 现在的资产布局已经够分散了 那如果持有黄金 那想要赚价差 或许反而会是未来的风险 也就是当金价已经推升到这种程度 然后现在大家才去说 哎你台湾的央行要不来去买 我就说我已经有了 而且我已经做到 量很大了 一定程度的资产配置了 我不需要去追高嘛 对对对 但是其他新市场我觉得 他们在不管是国际环境 以及资产配置下 去持有我认为是合理的 的确因为像是有一间 国际的采矿公司的执行长 他就有说了 哎大家就很好奇 为什么波兰会成为这次 世界第二大的黄金竞消费国 他有点出一个关键 就是说波兰旁边在打恶务战争 所以又是一个地缘政治风险的 一个避险作用 影响金价的最主要因素 大概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跟美元整反价 它是一个非美货币的概念 但现在就没有 对它现在其实没有 因为美元强黄金更强 对对对对 所以过去是之前在讲 那应该是什么 降息啦 美元高利环境要结束了 所以之前 因为黄金是没有利息的 所以之前如果美元利率高 那黄金没有利息 那我们讲嘛 我们不晓得有没有价差可以赚 那你存美元1.5% 那你黄金就是没利息 你会拿一个核选美元 所以美国如果降息了 黄金应该有表现嘛 至少资金会移过来有这个价差 那不然呢还有对于美元的不信任 因为觉得你有觉得可能是 例如说像一开始说的 那个美元如果往下跌 那我黄金可以相对往上涨 这也是一幅信任 或者是你印那么多美钞 对不对 那黄金不容易被随便印出来 所以黄金更有价值 那这也是一个 那不然呢就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接下来市场波动 那这个避险题材 去支撑黄金的价格 那这些都是推升黄金的主要的题材 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大众商品 就是黄金本身也是一个大众商品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之前在做的是 例如说美元弱推升金价 那这个那个降息推升金价 用这个这样的题材去推升 可是现在开始慢慢转了 变成用通膨题材 用大众商品题材 去推升黄金 所以近期你说避险题材是没有 可是什么 那个能源油价在涨 然后呢同价在涨 所以呢如果是大众商品的 通膨题材复苏的 去推升黄金 或者是近期比较有可能的 持续的利多 OK 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如果你用这个黄金的走势来看 那这个是周K 我们知道的时间比较长啊 从2022年到现在的走势 那你可以发现它什么 原本有很多高点哦 你可以看啊不好意思2020年 出现的原本前面有四个历史高点 2073 2069 2062 对不对 那可是呢在去年年底 因为那个压战争的关系 然后呢就冲上去 那到了2132 那今年又一路喷出跑到2265 所以呢其实现在你以技术面来说 确实是一个创新高之后 一路往上走的多头格局 近期最乐观的是4000 对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 哎应该2008年的时候 我就有看都会喊5000了 等到现在还没到 对好那我觉得4000呢 要到机会也不太大啦 那不过原因也是在说 各国央行尤其是中国 他们有在买黄金 透过这个方式呢去累积 对于黄金实体价格的 你可以说操控也好 你可以说避嫌也好 因为毕竟如果美元没限用 那就是什么轮到实体黄金 作为信用来去发行 所以呢他们会是一个 很重要的黄金储备 那所以在有实体买盘 支撑的情况下 配合技术面表态 所以黄金在比较长的趋势 确实是创高之后 还在持续往上走 佛哥以照这个技术面的图表来看 其实黄金目前来 还看不到什么天花板呢 因为前面的前高 它通通都突破了 对吧 所以它有点像是涨势无法预期了 对啊 因为创新高 创新高从哪边去没人知道 就不知道了 对没人知道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 来去知道你能不能投资 好不好 我们看到日K的走势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这是黄金的日K啊 你可以发现到 这是从去年11月到昨天的走势 那你可以发现啊 这样的走势是不是盘整完 冲高之后修正然后喷出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这一波的支撑区落在2130到2145 那2145可以看到是右边这边 有个修正地点2145 那你也可以发现到2130是什么 2130是前波的历史高点 就是那个图左边有一个长上影线的高点 是2130那那边呢 其实收尿的K是一个不好的走势 因为什么 冲上来被一个很长的上影线打下去 那呢他花了接近三个月的格局 的时间盘整完才冲上去 那冲上去之后呢 哎这波修正地点落在2145 其实就表示说 他站在之前的历史高点上方 他把之前的压力变成支撑 那把底部垫高到2145之后 盘整完 那你会发现他是盘整 他每次盘整完都被打回来 上面都有个长上影线 可是从上一拜喷出之后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被很明显的压回 就表示短线冲高的力量是蛮强的 那接下来呢 经验上是这样子 如果他再有一个很长的上影线被压回 那他就会休息一阵子 那时间点不确定 那有可能像是我们看 就这张图就好了 这张图中间可能会盘两三个月 对不对 可是你看右侧 他盘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突破了 对 那怎么样算表态很简单 只要是突破前波高就算表态 那怎么样 可是问题是大家不想追高吗 是啊 对那不想追高很简单 不想追高 可是问题他是多头格局 他底部就不应该被跌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 这个图的中间下方有个低点 是1984 1984其实就是去守前波的 大概是1975的地方没有破 那冲破往上走 所以这一波呢 如果你要抓修整 就是抓2145不能跌破 他跌破了不代表金价多头结束 但是什么 跌破了会休息一阵子 他需要重新盘一个底 之后才往上走 那会盘多久不知道 那如果你今天 因为如果今天是美元 盘三个月会不会担心 不用担心 因为美元有利息嘛 你盘三个月利息还是照收啊 可是问题是黄金网 没有利息 对那如果你盘了 盘到最后往上涨 你还不带 没关系最后是赚钱 如果盘到最后往下跌 你就会 我既损失了中间的利息 然后价差也亏掉了 就比较可惜 所以呢你在操作策略上 会是一样子 等它修正 那如果修正底部有电高 就不用太担心 但如果修正完破底 那就表示 它需要重新去整理完 那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你需要短线上 就有加大空间的朋友 就先避开 投资黄金的追高 跟投资美元的追高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就像刚刚佛哥讲的 美元你用得掉 对不对 我们常常说你利率 你的汇价换的比较高 没关系 反正你一个出国 你就把它用掉了 可是你要想 你要怎么用黄金啊 然后他又不担 只能结婚了 只能结婚了 对不对 只能结婚了 或者是当丈母娘 送给女婿了 对不对 就是它的用途来讲 比较少一点 比起货币来讲 比起美元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在投资黄金 在投资美元 如果你喜欢追高 或者是你常常有这种 追高的行动的时候 你可能要稍微停看停一下 就是黄金的追高 可能会风险比较大 然后也比较不利你短线上面的一些获利表现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是我们要给大家提醒的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很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群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博物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基础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没有人工添加物 好 没事 我们下期再见 multiple人工添加物 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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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